黑幫跨國運毒都會在外包裝上 加上了掩飾 那麼其中呢 只屬竹聯邦邦主的靜安會 從加拿大走私大麻糕 就裝在風塘漿的罐子裡面 由於在國內就可以買到類似商品 因此檢警懷疑的內容物不單純 果然揪出破箭 查口的價值九千多萬元的毒品 嫌犯走出公寓大門 沒走幾步察覺 秒頭不對 當街上野猫抓老鼠 被遠景逮捕 要講話了 沒有問題的話 就先不要講話了 拆封的包裹 已經從販毒集團第一線收件人 轉交到第三層手上 這次攔截跨國運毒 最大收穫是27罐 從加拿大寄過來的風塘漿 只看外包裝以為無害 但裡面裝滿大麻糕 形式值查扣32公斤大麻糕 價值九千六百萬元 毒販為了收到國際包裹 透過多層分工設斷點 那整個案件呢 我們一路從第一層的犯嫌往上追 我們最後查獲到了七名的犯嫌 包括幕後的首腦 那整個案子呢 從第一層到第四層 完全的瓦解 專案小組透露 這款風塘漿 國內的美式賣場就有賣 何必從加拿大買 因此一入關就被盯上 七名落網嫌犯 是竹聯邦靜安會的直屬幫主 形同是禁衛軍 走私毒品一向得跟警方鬥志 他們頭腦卻不怎麼靈光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太平報道